孫明所创办的教会 先前因小甜甜理念不合退出 然而教会发出声明表示 小甜甜面对私生活有极大状况 教会才因此暂停让她服事 对此小甜甜经纪人回应 甜甜的私领域一直没有太过复杂 就是工作而已 而小甜甜本人也表示 私生活有极大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 真相是什么 我是本人 真的很想要知道 教会风波越演越烈 宋一鸣沉默多天后 终于在四日召开记者会 回应连日来爆发的 一起发光教会纠纷 也在记者会最后四度鞠躬道歉 因为我的叔父 让任何人感到受伤 在此我要向你们诚挚的道歉 但全程并未提及小甜甜 对此小甜甜经纪人表示 今天的记者会主要是在讲 关于教会金流 只字未提到最一开始 教会提出对甜甜的质疑 所以看完记者会后 我们深感遗憾 最后送一名经纪人则回复 我们今天已经向所有在事件中 受伤的人道歉 一直在今天的道歉记者会上 虽然没有特别点出小甜甜的名字 但谦逸是传达给所有人的 也希望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